来看南加新闻 5月14日洛杉矶Covered California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从2014年起将奖励补助总额3700万美元 给48个先进社区组织 这些赠款将用于宣传和教育 加州居民将根据联邦保护病人和支付得起的医疗法 可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覆盖 这些先进组织背后将有226家承包机构支持 选定的机构将在加州的58个县 与近900万的个人和超过20万家的小企业沟通交流 Covered California将集中给530万在加州需要医疗保险的个人 进行信息宣导 其中约半数可能有资格为他们的医保费申请到财政援助 Covered California的董事会拨款430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 进行为期至少两年的社区组织宣导项目 目标是与全加州符合医保资格的居民进行沟通 4300万美元当中的3400万已经被分配到一些组织 他们的推广重点在消费者通过Covered California 获得的医疗保险资格 另一个300万美元已经被分配到相关组织 目标是令小企业获得资格 以通过小企业健康选项程序给予员工医保覆盖 剩余的600万美元资金将用于扩充在2014年实施成功的宣传和教育策略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也可以访问www.coveredca.com 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